过去两个月很多人都在找一个药 叫莲花轻温胶囊 因为他们听说呢 这个药是专制新冠肺炎的神药 那关于中医 劝大家不要乱吃药的新闻 今天我们不聊 我们接下来回答一个问题 莲花轻温胶囊 真的是专制新冠肺炎的中药吗 A. 对 它就是针对新冠肺炎开发的 B. 不对 它是针对SARS而开发的 答案在这里 莲花轻温胶囊在2003年SARS期间开始研发 并进入抗SARS新药快速审评率 所通到2004年5月获准生产 其实真正为了对抗新冠肺炎 而专门开发的中药 是这个清肺排毒汤 由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和中国中医药管理局 联合向全中国大力推荐 网上甚至有人把它称为 国家药方 中华医药抗击疫情 清肺排毒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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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卫健委 国家中药管理局 联合发文 向全国推荐使用清肺排毒汤 清肺排毒汤 是中国在今年抗疫过程当中 到目前为止 使用量排第一 我重复 使用量排第一的中药方计 而这个方子他们也不是凭空创作的 他们是把几个千古民方结合起来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中药的复仇者联盟 他们是以汉代医圣张仲锦的伤寒论为基础 结合了里头的麻性石肝汤 舍干麻黄汤 小柴胡汤 五菱散 而这些药呢 都是对质含血引起的外感热症的强大武器 在服用六天以后 所有的清型普通型患者 没有一粒 转为重型或未重型 这个清肺排毒汤有多强大呢 在临床观察的1337个病例当中 使用清肺排毒汤治疗之后 没有一个清型患者转为重型患者 没有一个普通型患者转为微重型患者 98.95%的病例最终都是痊愈出院 这里头也包括重型病患在内 以上呢 都是中国中医药管理局 截至今年5月20号的数据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相关网站去看一看 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这个数据有没有灌水啊 这个会不会吹得太大啊 你又没有喝过这个药 你哪里知道这个药好啊 要不要怀疑这个数据呢 我管不着 不过我喝过清肺排毒汤 因为早前我的肺部感到不舒服 就是你在呼吸的时候呢 有一种很沉重的感觉 然后一种说不出的 反正就浑身不自在 然后那时候就怕 是不是得了新冠肺炎 马上去做检测 然后在等报告的期间呢 有一个懂中医的前辈 他看了我的情况 他就建议说 我可以服清肺排毒汤 那天晚上我是自己煎药 睡觉之前我把药喝下去 第二天早上醒来 所有的症状烟消云散 所以就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 前提是你要对症下药 只要对症 这个方子 立竿见影 当然最后我的报告出来了 庆幸的是我没有得新冠肺炎 不过我确实早前感到肺部不适 而这个方子确实在不到24个小时之内 解决我的问题 所以做这个视频 是要向开发清肺排毒汤的团队致敬 向1800多年前汉代的医生张仲锦先生致敬 好了 能够把视频看到这里的朋友呢 估计你对清肺排毒汤是很感兴趣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让大家看看到底 清肺排毒汤是长什么样子的 好 清肺排毒汤 按方抓药 抓过来药材就是这个样子的 稍后呢 你先要清洗一遍 清洗过后再丢进煎药壶里头 开火煎药 Let's go 好 洗好的药材就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就要倒水 开火煎药 严格来说那个水量是要更多一些 不过因为我们道具煮资源有限 所以这主要是让大家看一下药材下锅之后 那个色泽就是这样 好 以上大家看过的呢 就是清肺排毒汤的庐山真面目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中医强调的是辩证失智 要因人质疑 所谓心中有大法 可是笔下无死方 一定要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来做调整 所以要服药的话 一定要在中医的指导之下才好服药 我知道这个时候有的朋友又会问了 他会说 你难道不能开发一种居家版的清肺排毒汤吗 因为现在疫情之下 可能很多人心里的很焦虑不安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居家版的清肺排毒汤 这个方子留在家里可能心里比较踏实 那据我所知呢 我有一个学长 他的公司在往这一方向努力 如果真的研发出什么成果的话 我在下一条视频再跟大家详细的聊 今天关于清肺排毒汤的资料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话 在我的面子书专页点个赞 也不妨在这个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 我们下回再聊